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国平男队会率先上演内战 樊正东是一号中的选手 要在第二场就会队友碰面 难免会有极大的消耗 即便是到了下一轮 同样会遇到队友 梁景坤这个小半区还能接受 只不过只有他一人的话 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好在梁景坤这个小半区高手并没有几个 所以他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希望 无论怎么说 国平三位选手集在一个小半区 这抽签很不利于国平 相比于内军的上半区 下半区国平则是势单力薄 只有周启豪一人阵手 我们先来说说周启豪这位球员 在内战方面有独到的心得 不过近期外战表现却不佳 如今周启豪一人独守下半区 压力会相当的大 这对于他来讲 基于挑战并存 由于世界排名不高 周启豪的突围之路颇为坎坷 如果首战过关 他将在第二轮比赛中对阵波尔 同在八分之一区的 还有上一届南单赛场上的最大黑马 西芒 即便一切顺利 接下来的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 不论是亚洲新生带的代表人物 张本之和 林云如 还是上级水平赛亚军 法尔克 对周启豪来讲 都是很大的挑战 女单方面 陈梦 王曼玉和陈幸彤抽在了上半区 陈梦在进入四强之间 就有可能连番对阵 平眼眉宇和石川家淳 王曼玉和陈幸彤 则恐怕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上也内战 不过在会时之前 首次参加石兵赛的陈幸彤 也要提防单晓娜 郑一静等选手的冲击 不是怨甲不剧头 之前的三次打赛 2019年 布达佩斯石兵赛 2020年 女子世界杯 以及东京奥运会 在大拿比赛中 三度队列的孙颖莎和伊藤美成 又抽在了同一半区 伊藤美成所在的四分之一区 还有国兵选手王毅迪 但是 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前 王毅迪将面对尼夏莲 早天基纳等关卡 尤其是十六分之一决赛的 潜在对手 尼夏莲 王毅迪刚刚在斯洛文尼亚 挑战赛中输过他 孙颖莎的四分之一区对手 有韩颖 杜凯勤和冯天威 当然 对于孙颖莎来说 最重要的是在本次抽签中 再度与伊藤美成 分在一个半区 这也让他 迎来了赛一次 证明自己的机会 东京奥运会上 伊藤美成 抢走了国兵 混双金牌 让我们对于 这个日本选手 印象深刻 而孙颖莎 最后在女团半决赛 和女团决赛中 连续横扫 打哭伊藤美成的画面 更让我们惊喜 大家也都期盼着 孙颖莎 能用一次又一次 打崩伊藤美成的战绩 彻底浇灭对手 嚣张的气眼 伊藤美成 本次十兵赛开打之前 一直在闭关训练 甚至扬言 要拿下女双 和女单的两枚金牌 但实时证明 当分区结构出来之后 伊藤美成 似乎有些败人品 跟自己最大的客信 孙颖莎 在同一个半局 或许自己想打进 女单决赛 都是白日做梦了 这个局面 也是刘国良 愿意看到的 可以再给孙颖莎一次 检验自己 打应上能力的机会 看看这位国平小魔王 在东京奥运会 结束后的状态 延续性如何 目前的孙颖莎 太需要一座 大马关赛事的女单冠军 来让自己的生涯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期待着孙颖莎 可以顺利圆蒙 一趟美成 必须会成为 他前进道路上的 垫脚石 男的双打 王静坤 林高远 和樊振东 王楚钦 都出在了上半局 两队组合 在半决赛中 会失 悬念不大 不过 樊振东 王楚钦 要提防 八分之一决赛的 潜在对手 罗布莱斯 约内斯库 这对西班牙 和罗马尼亚的 跨国组合 在2019年 布达佩斯 时评赛上 曾斩获男双银牌 具备了一定的实力 女双方面 陈梦 钱天一 和孙颖莎 王曼玉 分别抽在了 上下两个半局 陈梦 钱天一 在八强之前的 挑战不大 之后 他们很有可能 在四分之一决赛 迎战韩国组合 田志祺 申玉斌 守在下半局的 未免冠军 孙颖莎 王曼玉 八分之一决赛的 潜在对手 是德国组合 苏尔加 刘晓纳 后者是直拍打的 颇具特色 同在下半区的 还有日本组合 史川家纯 平野梅宇 和中国香港搭档 杜凯勤 李浩琴 混双方面 王楚钦 孙颖莎 坐镇上半区 同区的劲敌 有张于珍 田志祺 弗朗奇斯卡 索尔加 林韵如 郑宜静 备受关注的 两对中美组合 林高远 张安 和卡纳克 王曼玉 则被抽到了下半区 两对组合 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林高远 张安 所在的四分之一区对手 有莱贝松 袁佳南 秋党 米特哈姆 这两对组合 都是由中国的海外兵团 搭档本土选手 很有特点 卡纳克 王曼玉 所在的四分之一区中 更是汇集了 黄振廷 杜凯琴 张本智和 早田吉娜 和皮斯特耶 巴拉佐娃 11月22日 休斯顿时评赛 传来重磅消息 国评混双组合 王曼玉 林高远 突然被打散 两人与美国队员 重新组成混双组合 参赛 根据世界平联 公布的消息 林高远 张安 以及卡纳克 贾哈 王曼玉 将组成 中美跨国混双组合 参加2021 休斯顿时评赛 在这次时评赛上 国评 派出了两队 世界冠军组合 参加混双比赛 如今 保留了孙英莎 王楚清 仍然代表国评 正级 而林高远 要搭档美国华裔名将 张安 王曼玉 要搭配卡纳克 分别参赛 这个决定 由于事发突然 林剑要抽签时才发生 令无数球迷 感到意外 甚至不解 作为WTT 理事会主席 中国拼协主席 刘国梁 是促生本次 中美混双配对的 关键人物 他提出希望 让这几位 本来就是朋友的运动员 并肩上场 两个国家的球迷们 共同为他们欢呼和呐喊 奏向新时期 乒乓外交新篇章 这也是我们 最重要的目的 40年前 美国运动员 科恩的一次 偶然搭错车 开启了一段 乒乓外交假话 今天 在美国本土 举行的视频赛上 美国选手卡纳克 将与中国选手 王曼玉搭档 美籍华野选手 张安 将与中国选手 林高远搭档 参加混双比赛 就实力而言 这两队选手 都有望冲击奖牌 可以说 刘国梁的这一神操作 对未来 可能会产生极大影响 刘国梁所占的高度 是为乒乓球 在全世界的推广和发展 做出自己的贡献 如果美国队员 能借助国评力量 获得奖牌 取得重要突破 对于乒乓球 在美国的宣传和发展 肯定是有好处的 最后 祝愿所有国评选手 都能发挥出色 外战不输 内战击败所有强敌 争取再次爆揽 今年世评赛的冠军金牌 同时也期待 跨国组合 能取得好成绩 在新时期 延续前辈乒乓败交的光荣 加油